今天是温哥华市长Kennedy Stewart上任第100天 他在市政厅做百日施政总结 他表示在去年竞选的时候 承诺会大胆进取地改善温室各种问题 他列举过去100天的6项政绩 包括开始处理积压的牌照申请 聘请租赁倡导者成立打击滥药应变小组 检讨小型企业现状 研究新的利益冲突规律 以及着手建立新的税客登记规则 当被问到会为自己过去100天打多少分 Kennedy Stewart说会给自己一个B家的成绩 至于为何不给自己一个A 他说自己仍然在学习 担任市长和以前做国会议员不同 他需要进一步了解市政府职员以及政策 但是他说会给市议会更高的分数A减 至于竞选的时候 承诺新建8万5千个可负担房屋 什么时候会付诸行动 Stuart说过去100天 他仍然在研究各项相关政策 下一阶段 他的工作会专注在房屋问题上 Stuart去年以独立的身份竞逐逝选 最后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五党派协会的 华裔候选人沈冠健 当选新一任温哥华市长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